接下来我们看审计程序这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呢 我们是要求掌握的 但是在考试当中呢 这个知识点直接出题主要是客观题了 更多的我们是需要大家掌握到什么程度 就把这个知识点在我们后续的审计测试流程 风险评估程序啊 控制测试啊 以及我们的实质性程序当中去用它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那我们首先呢 简单看一下审计程序的作用 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用一个流程 来看一下一个流程图 我们为了实现审计目标 实际上就是我们通过风险评估程序 识别评估出来了 哪个交易啊 账户余额啊 批路啊 它认定的重大错报风险高 那我肯定就把它确定为重要目标 为了实现这重要目标 我就得确定我要做什么程序 是不是啊 这个程序肯定和目标有相关性 可靠性 我们还得满意 是不是啊 那这时候就解决证据的实当性的问题了 然后我再确定怎么样 选用的程序 我要实施的程序确定好了 我再确定我的样本量 那这就证据的充分性 然后接着我选举从总体 我样本量确定了 我就要从总体当中选取出来 我要测试的样本 然后执行我确定好的 审计测试的程序 做了程序 我就能获取到证据 因为这个证据 这是什么 这就确定了它的适当性 是不是啊 那这就确定了它的充分性 那我们具备了充分性和适当性以后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审计目标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知识点当中 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可以做哪些程序 有哪些程序可供我们选择 实际上我们注册快诗 就是这些程序 当然了 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 会越来越高 比如说原来我们的尖盘 那就是什么 就数数啊测量啊 是不是啊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比如说怎么样啊 甭别的就是草原上放牧的 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 呃这种那个上市公司的 像什么猛牛啊 伊利啊 是不是啊 那这些上市公司 它有存栏的这个奶牛啊 这个奶牛不光是都在这个 呃这个 这个 这个圈里头养着的 棚里头养着的 它有自然散养的呀 是不是啊 自然放着的 我我来数数 那我们原来怎么数啊 一一头牛 两头牛 三头牛 四头牛 是不是啊 然后数来数去 那个牛都冻会儿 然后就就数乱乎了 啊 这个就晕了 是不是啊 有的牛就没数着 有的 有这还一头牛呢 是吧 那可能有的就漏了 有的怎么样啊 就数虫了 所以呢 那这个盘点的准确性 就弱了呗 是不是啊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啊 我们现在就不是 这种人工的去数了 我们有什么呀 那我们有高空摄影啊 有无人机啊 是不是啊 无人机 呸高高的 啪一拍 是不是啊 同时 那个很快的速度 就把这个什么 它这个牧场 是不是啊 方圆多少公里 呸呸呸呸 我们分成多少阁 呸呸呸呸呸呸 是不是啊 弄九宫格式的 拍下来 然后在这里头一放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数吧 对不对 把动态的 你再怎么动 你 你牛肯定不会像飞机似的吧 是不是啊 我边这一区域拍下来 那一区域拍下来 所以夸一数 哎 就OK了 所以那我盘点的准确度就高了 是不是啊 但是还是盘点嘛 还是键盘实物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一时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技术手段 有变化 更高了 但是呢 它的本质的东西是没有变的 所以这一时大家呢 就能够明确 就我们做 拿什么证据 我们在审计过程当中做什么 做的程序 不外乎就是 以我们给大家要介绍的这些 获取证据的程序主类 啊 基本上就这些 所以我就会讲 我检查文件记录 能查什么 我检查 能不能检查 有什么资产 能不能 我问 询问 问谁 是不是 他肯定是有相关人员啊 我问谁 我能不能观察 我能不能计算 是吧 我能不能含证 是不是啊 我就 我就想呗 是不是啊 这些去选择 我哪个更合适 所以 那我们 审计程序的种类 也叫审计程序的性质 性质就是 我做什么样的程序 所以 也可以说程序的种类 审计程序 我们单独或组合在一起 用于风险评估 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风险评估 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合在一起 叫审计测试流程 叫测试流程 我们审计的时候 先做风险评估 然后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做完了以后 就基本上怎么样啊 再做做其他的一些程序 然后完成审计工作 形成审计意见 出具审计报告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测试流程 就是我们实物的核心内容了 那我们不外乎啊 单独或组合的都做哪些程序啊 大家呢就可以看到 有我们检查程序 是不是啊 这个检查啊 大家注意啊 我们准则当中 把检查文件记录和检查有形资产 都叫检查 但是呢 他拿到的证据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要我个人的观点 我倾向于检查文件记录 就是检查文件记录 检查有形资产 就是检查有形资产 不应该给合在一起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个程序 既然不同的程序 他们的来源渠道就不行 就不同 但是呢我们准则当中呢 就叫检查 然后观察 询问 韩正 重新计算 重新执行 分析程序 我们有这么七个程序 那这七个程序呢 我们给大家呢 在这呢 简单的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 介绍以后你明白道理了 后边关键是用它 有些程序 像韩正啊 分析程序啊 我都只是简单一提 因为后面 分别我们有一个知识点 来讲韩正 另一个知识点 讲分析程序 我们要单独来讲 特别重要的程序 我们是单独讲的 那在这呢 大家呢 就要明确 我每一个程序 它单独或组合 用在测试流程 是用在风险评估啊 还是用在控制测试 还是用在实质性程序啊 它用在控制测试 和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它证据的证明力怎么样啊 这个审计程序 它有什么局限性啊 有的时候 它是有局限性的 所以它不是万能的 首先我们看检查 检查是指 注册块是对被审单位的 内部或外部生成的 以纸质电子介质 或其他介质存在的 记录或文件进行审查 或对资产进行实物检查 实物审查 所以换句话说 检查里面包括什么啊 包括检查文件记录 第二个就是什么啊 检查有形资产 所以我们看看检查文件记录 检查文件记录可以提供可靠程度 不同的审级证据 因为它查的是文件记录 是不是啊 包括检查被审单位会计记录中 含有的信息 原始凭证记账 凭证账目 是不是啊 合同 订单 这些都是 这都是检查文件记录 那检查文件记录 大家明确 风险评估程序 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度都做 这是我们运用的极为广泛的一个程序 哪儿呢 只要是 这个事儿 有记录 那就可以检查它的文件记录 只不过它的怎么样 这个文件记录可能来源于被审单位内部 完全被审单位自身生成的 也没准有一部分是来源于被审单位外部来生成的 所以那它的可靠程度怎么样啊 第一考虑它的什么来源渠道 来自于被审单位内部还是外部 来自于被审单位外部的证据 它的可靠文件记录的可靠程度就高一些 是不是啊 来自于被审单位内部 我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它 我说不行 对吧 那也不成 那要看它的内部控制怎么样 它内控如果还不错 它的可靠程度也可以 所以文件记录 而且检查文件记录 可以说它在我们控制测试的时候 它的我们检查文件记录 它的证明力就可以 就是它的证明它的质量 还算是比较高的了 在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有的文件记录的可靠程度高 有的略弱一些 而且它实现的目标 在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像检查文件记录 它的测试方向不同 或者它审计路径不同 可以对存在发生啊 完整性啊 准确性啊 计价分摊啊 所有的权啊 是不是啊 那这些猎豹披露啊 是不是啊 都相对 所以这个检查文件记录 几乎涉及到所有的目标 但是呢 大家明确啊 越是万金油 它越怎么样 它面广了 在一个方面上 它就弱了 在证明力上 它可能就略微弱一点了 那这个如果要有 面又广 证明力又强呢 这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但是 是那个没有那么完美的 鱼和熊掌不能得奸吗 对不对啊 那我们接下来 检查有形资产 可谓其存在 有形资产的存在 提供可靠的审计证据 但不一定能够 为什么啊 权力和义务啊 或者计价等认定 提供可靠的证据 这就是我举的例子 我手里拿着笔 存在不存在 在啊 是不是啊 眼见为实吧 真的在 但是不能证明 就是我的 不能证明 它的入障价值 至少总值入障 就是对的 做不到 但是静止 它是不是有残啊 有破呀 哪破了 哪哪哪哪 磕了碰了 那这可能在质量上 可能怎么样啊 就这个存货的怎么样啊 这个有没有跌价呀 有没有残次冷 有没有残破呀 这还能看得出来 所以这是什么 大家就可以明确了吧 那检查有形资产 我们主要用在 主要就是实质性程序上 检查有形资产 我们用实质性程序 用的更多一些 它在提供存在认定上 证明力非常强 但是呢 和权力义务啊 计价呀 那就它就弱得多了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证明力强的 它的面涉及到的 面涉及到的 认定目标就窄了 就少了 第二观察 观察是注册会计师 查看 相关人员 正在从事的 活动 或执行的程序 观察 被审单位干 我看着 是不是啊 我就看着 当然我看 我不是说脑子里头 妄想纷飞的 我想我的事 是不是啊 我想今天这个 回家我做点啥呀 是不是啊 然后我看着我是 从外表看 我是盯着他看的 实际上我脑子里头看 回家闷点饭 炒个这个蚝油生菜 是不是啊 那坏了 白看 对不对啊 我看的时候 肯定怎么样啊 我观察他 主要看 他被审单位的 相关人员 从事的活动 执行的程序 是不是按照 规定的活动 按照规定好的 程序来做的 能不能保证 实现相关的目标 对不对啊 那我观察 他主要我们 风险评估 控制测试 实质性程序 都用 那这个观察 大家特别是我们控制测试 有的时候 被审单位内部控制运行啊 这个控制活动的执行 可能没什么轨迹 不留下文件记录啊 文字这个记录 这种轨迹 那我只能 他运行是否有效 我只能就 我就 就是观察了 我就要看一看了 是不是啊 那观察提供的证据 大家注意 仅限于观察发生的时点 所以我们 查内部控制 我观察程序的时候 虽然证明力很强 但是只证明这个时点 这项控制是否运行 至于后边运行不运行 前面运行的怎么样 那就还需要其他证据 这是观察 第三 询问 询问是什么 询问是指注册会计师 以什么 以书面啊 或口头方式 向被审单位内部或外部的知情人员 获取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 并对答复进行评价的过程 所以询问是什么 是我们对有些事项 无论是财务的还是非财务的 向被审单位 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我问 是不是啊 可能是以书面的 可能是以口头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种询问 即使我是以书面形式问的 你就把它作为书面证据 它也不是 它仍然是口头证据 所以口头证据啊 它的证明力是非常弱的 所以询问本身不足以 不足以发现认定层次存在的重大错报 就询问 我可以问他 但是我问完了 我还需要怎么样啊 还需要再拿其他的程序 做其他程序 拿其他的证据来支持 被询问人员的答复 所以那我们询问本身不足以怎么样啊 发现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换句话说 在我做风险评估的时候 我会问被审单位 这个管理层有什么想法啊 有什么预期啊 是吧 是吧 等等 我们问很多事项啊 市场的呀 行业的呀 质量的呀 技术的呀 是不是啊 甚至环保的呀 等等 我们都会问 那这个 我问了 我可能会有怀疑 但是不一定就能得出来怎么样 这有重大错报 那有重大错报 可能做不到 询问也不足以测试 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我们在控制测试的时候 包括了解内部控制 以及控制测试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询问 所以询问在风险评估 控制测试 实质性程序都做 我们也会问 你这项控制是怎么规定的呀 比如说 差理人员 报销是怎么规定的呀 你们是什么个流程啊 对吧 我们会问 但是我也会问 你们这个执行的怎么样啊 那被审单位 肯定统一口径 完全执行 坚决执行 如果不按这个执行 到财务那 他不给你报啊 是不是啊 到财务那 就给你打回来了 就给你退回来了 然后 那这个 说的很好 那能不能说 你看人家说了 不好啊 是不是啊 大家说的都一样 所以 就有效运行 不可以 不足以 证明控制 就运行有效 我得拿到什么 我得看到 我得检查文件记录 证明 他确实有效 甚至我重新执行 那我们 韩正 韩正是指 我们注册快选 直接从第三方 换句话说 被审单位以外 获取书面答复 以作为审计证据的过程 那书面答复 可以用纸质 可以是电子的 或者其他介质的 当针对的是 与特定账户余额 及其项目相关的认定时 韩正通常是什么 相关的程序 但韩正不必仅仅局限于账户余额 这么说吧 我们经常说 韩正可以证明这个事项 是不是真的 这个事项的具体情况 对吧 那这个 我们经常说 只要存在着 被审单位以外的 知悉情况的第三方 我就可以证 无论是账户余额 还是发生的交易 还是某一个事 我都可以怎么样 韩正 都可以韩正 所以韩正呢 我拿到的证据 是从被审单位以外的 所以他的证明力是什么 比较强的 而且是直接证这个事的 是不是 是直接证这个事的 比如应收账款 我直接向债务人韩正 你是不是欠他这些钱 是不是 那这个是直接证的 那我们韩正呢 就用在我们实质性程序 在证明他的存在发生啊 是不是啊 所有权啊 甚至涉及到金额的 涉及到金额的 那这个 比如说应收账款 那就可以涉及到 发生的这个金额呀 是不是啊 那这些呢 他都怎么样 都比较相关 但是韩正 他对完正性啊 就不好证了 所以韩正又是一个证明力强 涉及面比较窄的 用到的面比较 他只能就在这几个方面 但他很重要 有些方面 我韩正是必须做的 我不能不证 如果我决定不证 我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 为什么不证 是不是啊 必须要符合 我不需要韩正的理由 那我才能不证 否则必须证 所以韩正是一个必须的 必备的程序 那我们第五 重新计算 重新计算呢 就涉及到计算的 被审单位算完了 我重新算一遍 是不是啊 那主要和计价呀 准确性啊相关 甭管是手工算 还是电子方式 那我用一个SER算 也是算呀 对吧 第六 重新执行 重新执行 主要是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 那这控制测试 就这个程序 被审单位做了 有结果 我按照这个程序的要求 我重新做一遍 也有结果 我做的结果 和被审单位做的结果 如果一致 表明这项控制 它就有效运行了 所以重新执行 主要用在我们的控制测试 它证明控制运行有效性 是很强的 但是呢 它的成本很高 我们除非 我需要把被审单位 这个控制风险 评价在很低的水平 我可能会用重新执行 那这个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做控制测试 没准就做询问 观察 检查 就这个结合在一起 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重新执行呢 这个程序 我们可能做的并不多 这是我们第六个 第七个 分析程序 分析程序 是指什么 我们后边还会单独 再给大家讲分析程序 刚才讲的韩正和我们这儿的这个分析程序 都会单独给大家再讲 再深入的讲 所以在这儿呢 就简单知道个概念 分析程序 在我们风险评估程序 必须做 在我们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可以选择做 在总体复合的时候 也要必须做 那我们总体复合是完成阶段 就不是测试流程了 分析程序是什么 分析程序就是我们注册快诗 通过分析不同的财务数据之间 以及财务与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 对财务信息做出评价 对财务信息做出评价 分析程序还包括在必要的时候 对识别出的与其他信息不一致的 或者是与预期值差异重大的波动或关系进行调查 实际上分析程序呢 我们主要就是对什么财务数据之间 以及财务和非财务数据之间内在关系 我预期它的内在关系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把这个关系呢 它的这个比率啊 绝对值啊 相对值啊 我计算出来 或者趋势我列出来 和我们预期一致了 那就它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和预期不一致了 是不是啊 比如说被审单位所在的行业 是不是啊 所在的行业 它的毛利率基本上就是在15%左右 就是在15%上下 在行业当中做的好的 把成本控制的好的 质量好的 它能够卖高价的 可能一般毛利率能到16%17% 稍微弱点的13%14% 是不是啊 所以均在一起就15%上下 那现在被审单位所在行业的平均的毛利率 我知道了 被审单位 我现在要审的期间 我一看它的利润表 是不是啊 它的收入减成本除以收入 好嘛 毛利率达到了20%几 东西还是这东西 你所处的行业你没有变 你还是这生产销售 生产制造销售这些东西 你怎么毛利率这么高呢 对不对啊 那这个是收入虚高了 还是成本漏迹了 因为想毛利率高 因为收入减成本除收入嘛 不是收入虚了 就是成本漏了 对吧 所以那我就会怀疑 从而就怀疑 可能收入有虚构的 成本有漏机的 对不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风险评估程序当中 就可以做分析程序 再有有一些交易啊 他本身认定的重大错保风险不高 然后他又存在着非常稳定可预期的关系 比如说折旧 是不是啊 那我折旧被审单位 我就可以通过分析程序 直接算出大约今年的被审期间的折旧额 和他已经计题的折旧额 一看差不多 没有什么差距 就是一个零头上的差距 那被审单位按月题 我这按年工 是不是啊 所以那这时候折旧 金额差不多 没什么重大错报 就OK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实质性程序的时候 我也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分析程序 用作实质性程序来获取证据 再有 这是财务数据 那财务和非财务数据呢 比如说 从人力资源部门 我们获取到员工的这个什么 员工的这个信息 他员工分成什么这个合伙人 是不是啊 或者股东 然后什么资深的经理啊 什么的这个那个的 是不是啊 一直到底下的职员 那这个每一层次 他的大约的薪酬标准是多少 是不是啊 那我根据每一个层次员工的人数 和他的薪酬标准 我就可以预估出来 你的工资费用是多少啊 我预估出来的工资费 这不是就是你的人力资源 我拿到的员工的职级 那这就是一个非财务信息 它和财务信息之间就有关联啊 我就可以预估你的员工的薪酬 在报表中列的员工薪酬 对不对啊 是不是多了 是不是少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分析程序啊 分析程序后边具体怎么做 风险评估程序中怎么做 实质性程序中做 要做 要考虑些什么 总体复合的时候怎么知道 我们都会给大家再做详细的介绍 在这呢 我们就把这些程序 我们这些程序是怎么回事 获取证据的这七个程序 是怎么回事 它都单独或组合的 哪些用在风险评估 哪些用在控制测试 哪些用在实质性程序 是不是啊 以及那我们分析程序 用作证据 它的证明力就比较弱了 是不是啊 所以它证据的证明力怎么样 我们就都给大家介绍了 下面呢 就这个知识点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例题 首先我们看个单选题 下列审计程序中 不是用于细节测试的 不是用于我们细节测试 细节测试就实质性程序当中 细节测试 我就具体怎么样 检查文件记录啊 寒证啊 键盘啊 是不是啊 询问啊 就是因为实质性程序 有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 那我们看哪个不适合 不适用于细节测试 A B 韩正是可以用在细节测试的 B 检查 检查也可以 我们细节测试 检查文件记录 检查有因资产 这都是细节测试 C 询问 询问我们细节测试当中 大量的也用询问啊 B 重新执行 它就不是 它是用在控制测试的 是不是啊 那我们选项就是选递 再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审计程序中 注册会计师在所有审计业务中 注意啊 我们注册会计师在什么 所有的审计业务中 均应实施的 都必须要做的是哪个 A 了解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 这是我们在风险评估成 我只要审报表 我必须做风险评估 那我们做风险评估 就必须要了解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 所以了解被审单位的内控 是我必须做的 B 在临近审计结束时 运用分析程序 对财务报表进行总体复合 刚才我讲分析程序的时候 也提到了 分析程序在风险评估的时候 必须做 在审计结束的时候 做总体复合的时候 必须做 在这就有了 C 实施用作风险评估的分析程序 必须做 B 将财务报表与会计记录进行核对 那我在审计的时候 我肯定要怎么样啊 做程序的时候 我必须要先把报表和记录怎么样 报表和明细账和总账进行核对 如果我这气了咔嚓 做半天程序了 又抽屏了 又这个又那个 到时候发现 哦 明细账加总和总账不对的 总账和报表还不对的呢 这还都不 说句实话 最起码的 会计上的这一套 他还没马骑呢 那怎么行啊 所以这上来 我肯定要对啊 是不是啊 要核对啊 所以ABCD都得是我们必须做的 再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有关获取审计证据的说法中 恰当的有哪些 获取审计证据的说法 哪些是恰当的 我们看一下选项A 检查文件记录 不能提供可靠的证据 检查文件记录 这个文件记录 要来自于被审单位外头呢 或者他来自于内部控制好的时候 他也是可靠的呀 所以说他不能提供可靠的证据 这就说的太绝对了 这就不合适了 是不是啊 接着选项B 检查有形资产 可以为其存在提供可靠的证据 OK 没错 接着选项C 观察所提供的审计证据 仅限于发生十脸 不能提供期间的证据 刚才我们也说了 我观察只能说这一十脸 它怎么样 但是后边怎么样 前头怎么样 它说不上来 也就是期间 它不能说 是不是啊 所以选项C 也说的是对的 选项D 分析程序 能够提供可靠的审计证据 那种分析程序 它是财务数据之间 财务与非财务数据之间 内在关系 它主要从大的方面 是不是啊 财务比率啊 绝对额啊 相对额啊 它很难怎么样啊 比如说我分析了 毛利率高 高了两个点 那哪笔收入是假的 不知道 但是只能告诉我 收入可能有虚构的 成本可能有漏迹了 漏迹哪个成本呢 是不是啊 那制造成本 当中哪个漏迹了 是不是啊 是料 还是工 还是费 不知道 对吧 所以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 方向性的东西 但是 也没准查完了以后 并没有什么问题 啊 所以分析程序 能提供的证据的可靠程度 并不高 分析程序 在实质性程序中 所拿到的证据 通常也是间接证据 所以选项D怎么样啊 说分析程序 能够提供可靠的证据 那就错了 所以ABCD当中 只有B和C 说的是恰当的 A和D不对 那我们就选B和C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审计程序的种类 这个知识点